馒头吧 你别看它现在皱皱巴巴 只要它在黄油里被这样淋过 它就会变得圆圆鼓鼓 洗满黄油以后放入烤箱 封烤模式给它上色 所以只要有个馒头 就汉堡面包了 来一块高品质的和牛汉堡肉饼 汉堡肉饼请在外面上盐 如果把盐上在里面 它就会变成饺子馅 盖上两块芝士片 闷一会儿让芝士融化 面包在锅里煎出来的牛油上面煎一下 这样的话 它的口感几乎和黄油汉堡面包没有区别了 还要煎一点培根 再切一些小菜 面包的底部挤上半斤酱 放上芝士汉堡饼 再把上面这些料一个个加上去 千万别忘了酸黄瓜 顶部的面包挤上千岛酱 这样一份高品质的密质小汉堡就搞定了 来上一杯林卡快乐水 越吃越瘦 标标准的卡路里搭餐 这汉堡真的太厚了 不知道怎么下嘴 吃汉堡完全没有优雅的方式